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赞点 乘风的他们来了 我们叫老口子贼 我们叫站起来 我们的全称叫国际标准舞蹈 赢了 资格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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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你这辈子有没有为谁拼过命 有 为秦萧嫌 赞路 也谁会活着 也谁会活着 开始 妈呀 怎么东西 毛小彤竟然没有出发 硝烟弥漫 谁又将在好路间 获得一席之地 我跟你说 来到山顶那边 海顶那边 我接下来我就闭着眼来 来 三二一 看这边 我这个手他不受控制 他想给你干个杯子 我做错了什么 大哥刚刚还特别激动 最终 谁又将接受 终极惩罚 你好星期六 首届合作伙伴一例每一天 补充一声君畅响每一天 你好星期六 轻松观一达 打公交一达 轻松营业来两例 淘宝 你好星期六 下节更精彩 淘宝 你好星期六 现在进行 为所有 火转松 我说 有什么星期六 我才喜欢 有一个星期六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欢迎大家 我们欢迎邱慈玄 欢迎李彩化 欢迎 大家好 我是邱慈玄 好 我们同样也欢迎李彩化 大家好 非常开心 时隔多年继续在这里跟你们见面 你好 好 我们还有一位正在开演唱会的嘉宾来了 我们欢迎小远 张远 而且你回头看敢不敢远 大家一起去看张远2023嘉宾巡回演唱会 谢谢 哇 时隔多年 何老师终于远远 也有人来看远远的演唱会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张远 好不好 谢谢 好 说到这个《回家的诱惑》这部剧 那时候还不流行上头这个词 对不对 没有 还没有 对不对 但是看的人非常上火 因为那个BGM一起 你就非常想要看 看了以后又很生气 气得你自己更想看 我现在看到有些人 算了 我安抚一下自己的情绪 谢谢 挺好 好 那今天两位重聚呢 我们要复刻一下当年的经典桥带 来满足一下我们观众们 首先来请看片段 如果你想回到这里 那就把从我手中躲抖的全部还给我 全部回到原来的位子上 我从来就没有抢过你的幸福 你的婚姻本来就不幸福 真是厚颜无知 都是你 你让我眼泪流干 我的心碎了 我现在什么都不管 你快点把伟大师还给我 你快点 别靠我的女人 啊 哦 别靠我的女人 啊 哈哈哈哈 啊 胡诗贤 你才要清醒 我就是你 最后一个女人 你们都出去 哎呦 好激烈 啊 哎 迪哥你眼红视线 肯定很精彩 肯定很精彩 我眼红视线 刚刚已经笑成那样的 我还来眼红视线 那个一定注意 他们会来真的哈 借位借位 借位哈 对 行行行 可以可以真的打 啊 我是借位 你在啊 借一边就行 借一边就行 等会啊 别碰我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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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啊 我马上就到了 好 来 准备 开始 准备 准备 爱丽 如果 你想 回到这里 我的以前所有的东西 还给我 我告诉你 我根本没有夺住你的幸福 你本来婚姻就不幸福 好 爱与迪哥 爱与迪哥 真是无言无耻 后言 后言无耻 平如 后言无耻 都是你 都是你令我眼泪流干 令我心都碎了 我告诉你 现在我只需要 你把违纳斯还给我 还给我 还给我 别碰我的女人 哈 我告诉你 你要清醒才对 你是我最后一个人 我说 你把违纳斯都被绘成了 你把违纳斯都被绘成了 该当成了 你从违纳斯都被绘成了 你不得了 你把违纳斯都被绘成了 你把违纳斯都被绘成了 还好溜街当那个 迪达快递打工 谢谢你 来 姐姐们辛苦了 来平每一天 可以补充益生菌 然后保持活力好状态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三位 非常爽的姐姐来到现场 我们掌声欢迎 毛晓彤 曾格妮和群姐姐 欢迎 三 二 一 行 准备 我们来吧 объ i know you 好帅的亮相 大家都很清楚 曲颖跟可丁也在参加乘风203 欢迎两位 欢迎 请跟我们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曲颖 再次回到家乡参加节目 我好开心的 我也是的 对 好 下面是第一次来到好溜接的 我们的曾肯妮 叶帆肯妮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正在乘风的曾肯妮 然后第一次来到这里 已经很开心了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我们热播的云香传的主演 里面除了有陈小圈 还有我们的毛小头 欢迎小头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毛小头 这是怎么还歌放出来了 当然 别不好意思 这个角色 云香传里面的角色 也是非常爽的一个角色 对不对 是个侠女 对 这算是我所有古装剧角色 我演的第一个 比较洒的这种感觉 行侠仗义的感觉 对 是不是 小童还是比较了解的 她唱得又好 跳得又好 不 我觉得可以推荐她去下一季的乘风 是不是 支持 是不是 支持了 导演组听见了吗 对 太合适了 我发现可妮在《乘风》里面 状态非常好 很开心 每天都很开心 对不对 对 每天都很开心 第一次跟姐姐们见面的时候 我就发现 你这个也喜欢 那个也喜欢 就我在那儿 我会感觉就是 好多都是以前 只能隔着屏幕看见的人 是的 都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 其实是很紧张的 是 但我一进去 一看到姐姐们就是那个状态 我就好开心啊 感觉到自己家了 没错 对 是姐姐们给了我这种松弛感 然后影子也是在那个 我觉得在这个《乘风》里面 是六边形战士嘛 什么都可以 其实她还有一边 她是共琴天花板 看每个秀都哭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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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真的是三年没有回来 然后突然看见 这么漂亮的舞台 就是义工的演出 每一个出来我都哭 结果我忘了是哪一个 我还没有准备哭的时候 旁边的珠珠已经把餐巾纸给我 已经把纸巾递给我了 以为我又会哭 我就为那么漂亮的舞台 就是你知道吗 那种对舞台的向往 我觉得太棒了 了解 感动 对 那今天是怎么样玩法呢 我们请泽迪来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今天我们整场是一个 排位赛的机制 我们全场的将会分为 五组的男女进行互动比拼 前两名是上位圈 后三名是下位圈 上位圈的人 可以任意指挥我们的 这个下位圈的人 比如说渴了 饿了这种之类的 都可以 然后每轮互动比拼结束之后 我们上下位圈 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最终我们留在下位圈的人 将要接受我们的神秘任务 好 期待 现在请姐姐们要来抽取 我们今天的这个搭档 来吧 姐姐们先来吧 来 群英姐 好的 我要去 这边有1到5号 您可以随便选择一个 谁 谁 何老师 何老师 可以 群英姐这边感觉已经迎面很大了 好 对 我就指着你了 好 下一位谁来抽了 来吧 远远哥 我 我们彩华姐 迪哥 谢谢 谢谢 轩姐抽到了红世贤 红世贤又来找你了 禀儒抽到了红世贤 那晓彤是跟大哥对不对 我来保护我的姐姐 我来保护我的姐姐 好 抽中了我们的幸运大奖 秦肖贤 对不起 我好像知道我为什么 今天要来这里了 我来照顾你的 好 来 各位都起好了自己的队名 对不对 我们的名字有中英文两个版本 好 先是英文版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本地人 所以我们叫地区队 地区队 当地的 然后中文名字 由影子来给我们介绍 我们的中文名字叫 老口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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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老口子就是很熟的朋友 两个老口子队 好 我们已经想好了 来 骞姐 你说 她说 碰死的 碰死 什么 她是死 我是地 碰瓷的 碰瓷的 我们就站起来 我们就站起来 你才是碰瓷的 我发现 到底腿是好得坏的 我左脚坏了 我刚刚其实选了一个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一个名字 因为这样 华姐叫 她的英文名叫Ring Ring 然后我的英文名叫Bird 所以我们加一起就是Ring Bird Ring Bird 彩虹队 Ring Bird 大哥 你们和小哥们 我们有全称也有简称 这么多 来 说出来让我们老口子听听 我们的全称叫 国际标准舞队 国际标准舞队 简称叫国标队 国标队 接下来有一段表演 对不对 跳一个 跳一个 来吧 为什么可以一说来就来 赢了 赢了 天哪 赢了 太有竞争力了 有的人想跳就跳 有的人站都站不起来 他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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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教我一下 来就是 我本来觉得老口子都是最厉害的 现在听起来都好厉害 那我们还有个厉害就是 老口子国标队 好的 恭喜各位配队成功 马上要开始我们的第一个环节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上位圈有四个座位 也就是两队 可以享受非常优质的待遇 有马卡龙 还有水果之类的 下位圈只能坐这个吃粉的这个凳子 下面三个我以为是给上面人搭脚的 那个是我们的位置 不一定是我们的位置 而且是正过来 那个擦鞋 那个 好 那我要来给大家公布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个排名 首先我要从第三名开始 第三名是哪一队呢 第三名就是我们的 国标队 最尴尬的 国标队 我为什么是第三名 一会儿会告诉你 你一定能接受 行 真的 行 我暂时接受 好 接下来我要公布的是第四名 就是我们的 Lakos 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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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想到吗 何老师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名 第二名就是我们的 Lakos Day 彩虹队 他们一个第一 一个第五 是 好 那接下来就要给大家公布的是 第一名 碰瓷的 曾可妮 请休息 站起来 等我 没有想到 迪哥 你还不想吗 这颇多个人准备好了 这个是未来用的 没想到这会儿就派上用场了 你看吧 我就说我们是第一吧 为什么 这个坡有点太陡了 赢得好心酸 没必要这样吧 来 又打动 又打动 因为我玩戏都不忍心欺负你 好 来 先请坐 先请坐 第五名 好 接下来各位可以来猜一下 我们这个牌位的标准 我真的看不懂 看不懂 是 因为 身高不可能 年纪也不可能 年纪 都排除了 对不对 今天我们的这个牌位机制呢 就是按照各位男配角的 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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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马 鞋马 按鞋马 按啥 是的 那你是 我脚是最大是最小 我是脚的 太一样了 他的脚是肿了 不能以这个为算吧 他明明是个三十八码的脚 太过分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第五名 我们要去点痣 好 来 还是请我们的第五名来到我们这个老地方里边 来 这边有很多的痣 可以挑一颗 点在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 那就这儿吧 也不应该 可以 嫡娃跑腿 接下来会变成嫡婆跑腿 也蛮合适的 我们一人点一颗痣 回来复仇了 好 那真林接下来就是什么环节呢 淘宝天猫618来了 跨店美满三百减五十 我也已经下了好多单了 快打开手机淘宝买买买吧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 姐姐的回复好爽环节 好 那我们下面 姐姐的回复好爽怎么玩呢 请专业们介绍一下 好 我们将会通过一个迷你剧场 进行情景演绎 看看姐姐们面对戏剧化的状况时 会如何应对 同时呢 我们也邀请了五位追剧达人们 欢迎 欢迎他们 好的 我们第一轮的规则呢是这样 男女搭档呢 我们会进入A B区域 依次进行演绎 男生为姐姐们铸演 姐姐们需要用一句话来接住剧情 每轮表演结束之后呢 追剧达人们呢 就会对我们的表演进行投票 第一轮有请我们的这个 碰瓷队和我们的老口子队 我现在适不适合说那些刻薄的话 太适合了 好 先看题 你在服装店挑选衣服 试穿后 因为款式不合适 所以没有购买 转身要走时 老板却不耐烦地说 是什么事 先贵你别买呀 这时你会说 何老师和这个迪哥呢 就来试演这个店员 老板 试什么试 然后姐姐们就要做出霸气的回应 好 来 递对 看迪哥这个笑容 好 来 你在服装店挑选衣服 试穿后 因为款式不合适 所以没有购买 转身要走时 老板却不耐烦地说 是什么事 贤贵你别买呀 这时你会说 我不是贤贵 我是贤惠 我不是贤贵 我是贤惠 你还给我抛梗 那你过来帮我衣服收拾一下吧 意思就是他很会过日子 精打细算 所以他不是贤贵 他是贤贵 我知道 我知道 来 那好了吗 OK了 来吧 好 你在服装店挑选衣服 转身要走时 老板却不耐烦地说 是什么事 贤贵你别买呀 这时你会说 还要买 我可以返途啊 我可以返途啊 我可以返途 我可以返途 他可以返途 会直接送给他对不对 帅 帅 而且这是一个现在新的说法 可以 追求答案们 是不是已经有心中自己的答案了 好 来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A或者B 三 二 一 A 好 恭喜我们的A队 谢谢 A队四票 B队一票 谢谢 出了会怎么样 出了可能就下去了 好 那么接下来要请我们的A队和我们的这个排名第三的大哥他们组来进行比拼 这样来的是对 淘汰了 对 车轮战 对 车轮战 就这样吗 等着瞧 戴的都是品如的衣服 如果这一轮就是何老师这边赢了的话呢 就可以进入到上位圈 好 来 请看第二题 下班时间到了 你拿起包准备走 还在加班的同事故意大声说 这么早就走啊 这时你会说 要演一下是吧 我是加班同事 这么早就走啊 这是一个会儿 你是回答的那个 你是回答的 小童小童小童演那个 这么早就走 你是那个 你是那个走的那个 对 好 我先走了 请准备 B队开始 下班时间到了 你拿起包准备走 你怎么这么吵的前阵 这才几点 这么早就走啊 这时 你会说 怎么还有人在啊 今天老板说业绩好的人 一起聚餐 没叫你啊 业绩好的人一起聚餐 没叫你啊 没叫你 这个好 没叫 这个很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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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太苦了 没叫你啊 你没收到通知 我还加什么本 我还加什么本 加什么本 给我大哥气的 这个确实很丧 我要 我的影子 你把汗啊 加油啊 嗯 开始 你拿起包准备走 还在加班的同事 故意大声地说 这么早就走啊 这么早就走啊 这时你会说 我约了一个发型师帮我一起卷头发 你是想跟我一起卷吗 还是我陪你一起卷 一起卷 又是谐音梗啊 怎么说呢 可以 怎么说呢 跟我们那个贤会有点接近 对 卷头发一语双关 对 一语双关 好 那追剧达人们不知道 现在心中是怎么想的 来 请给出你们的答案 三 这两个都喜欢 真的 二 一 请举白 反过来 我们是 我们是B 同样是B对4票 然后A对1票 我们赌上了我们演员的职业生涯 那个第一个女生一直在支持我们 我很想问问她 好 好不好 就是觉得 秦云老师那双腿 应该在上位圈去展示 不是 我这条腿不应该在上位圈 打的就是一个 知道吗 那所以我们的这个B队获得了胜利 可以顺利地进入上位圈 好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一名 和第二名来进行演绎 不要抱这个音乐了 这个音乐太搞笑了 加油 加油 你是最棒的 好来 我们请看第三题 男朋友每天沉迷于打游戏 你指责他不务正业 他却不以为然地对你说 我就这样了 说不了你就是找更好的 这时你会输吗 这是我们的题目 各位可以商量一下 我肯定不会攻击你的你放心 是 我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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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会更生气一点 好 你本身演出一下吗 你就本来就很讨厌 我说好 B队开始 等会儿 好嘞 男友要先做一下 好 好 好 来 B队开始 男朋友每天沉迷于打游戏 你指责他不正业 他不以为然地对你说 我每天就这样了 反正受不了 你可以去找更好的受许 你什么 这时你会说 你是自己走呢 还是我送你一程 还是我送你一程 他自己应该是走不了 我走 他又站起来了 他又站起来了 我建议你自己走 我送你的话我不知道 是用 不会 我人很好的 感觉是他的这个外设 改变了我们这个固定情境 他看着他的腿说 对 我就这样了 你受不了就知道更好的 好 来 A队 请准备 A队开始 你指责他不务正业 你指责他不务正业 傻子吧这是 他不以为然地对你说 我就这样了 受不了找更好的呗 这时你会说 赶紧换吧 这 好 现在还轮到你这个前脑友操心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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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瞬间就变成前男友了 直接把我换了 我们好像要到这儿去了 不能 好 那接下来呢 就请我们的五位追剧达人 来做出你们的选择 用我们的每一天来投票 好大一瓶 我天哪 好 首先我们第一位要投给的是 好 投给了A组 Rimbo队 多少是第二位 这不是 还是我们的Rimbo队 好 老秦这边有一票 好 老秦这边有一票 好 反转了 不可能 反转了 不可能 不可能 嗯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这个 站起来的队 他站起来了 你知道吗 站起来了 可能感动了大家 站起来拉票 谢谢各位 好 听完刚才姐姐们的这个 这个很爽的回复 让人觉得非常的过瘾 是的 听完姐姐们的豪爽发言 看到姐姐们对生活的独特见解 努力工作热爱生活 拥有满满的活力 这样畅快的感觉呢 就像喝了一口 满满益生菌的每一天一样 没错 每天畅后来一瓶 补充五百一太空食烟 选用的益生菌 既能促进强盗活动 帮助消化 又好喝又简易 非常非常的健康 让我每一次聚餐的时候 都可以安心享受美食 无负担 又能保持好状态 我已经分享给身边所有的朋友 还有我陈锋的姐姐们 是的 边看爽剧 边唱响每一天 真的是人生一大爽事 每一天我都想喝每一天 来 各位可以品尝一下 好的 各位让我们一起干杯 庆祝我们的首席合作伙伴 每一天的加入 来吧 喝 干了 干了 好棒 谢谢每一天 好 那让我们继续进入 接下来的比拼 补充一生菌畅香每一天 伊丽每一天提醒您稍后看点 四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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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快 快 快 你这辈子有没有为谁拼过命 有 为秦萧贤 感动 来 三 二 一 看这边 我这个手他不受控制 他想给你干个杯 我做错了什么 大哥刚刚还特别激动 耶 最终 谁又将接受 终极惩罚 你好星期六 首席合作伙伴 伊丽每一天 补充一生菌 畅享每一天 你好星期六 轻松观一达 打公交一达 轻松营业来两例 淘宝 你好星期六 下节更精彩 淘宝 你好星期六 现在继续 好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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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综复杂的剧情设定呢 主角不断见招拆招的过程 观众往往都是大呼过瘾 接下来我们将要进行的是 设定答题赛 抢到答题权的人 将有机会决定是自己答 还是别人答 而刚刚获得上位权的两组搭档呢 会获得多一次的答题机会 然后老秦呢 将在这个环节担任这个惩罚的这个职责 有没有问题 我没有 这个没有问题 这他能有啥问题 我只想跟真的 对不起 没关系 但是这样 就是如果可尼达对题目的话 他的积分可以翻倍 好 首先我们第一道题目的提示是 谈剑刺是好溜团的大哥 还没开始 等着 全部淘汰 谈剑刺是好溜团的大哥 还没开始 等着 别再来 等着 别再来 等着 全部淘汰 好 取消资格 提现出发的人 我们现在有个开始 我会给出口令321 你也没说 对我这种急性子很不友好 这个 来 三 这你肯定会吧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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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怎么都去 开始 妈呀 怎么都去 也要 恭喜我们的大哥 啊 啊 冉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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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s 啊 啊 啊 你自己吗 万一呢 你真的不了解你自己 就是一个 来 请坐 大哥请坐 有这么夸张吗 你真猜 拿下来 他要用手 用手 自己家大哥都这么玩是吧 来 大哥 请看题 请问谭剑四 与毛小彤的合作舞台 《孤独送歌》中 谭剑四带的是什么颜色的花 A 黑色 B 红色 C 粉色 D 金色 红色 我 我怎么记得这里面没有 我 我怎么记得这里面没有 是说我们撒的那个花吗 不是 谭剑四带的 谭剑四带的 你有带花吗 我不知道 我带的什么花 胸前的花 五 五 四 大哥 你可以打两次 三 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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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 正确 我蒙的 我真不记得 大哥你是真想起来了还是蒙的 我蒙的 因为我觉得首先排除红色跟粉色 这个按照我的性格是不会带这种颜色 那就只剩黑色跟金色 我就先猜了个金色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视频 我们可以看一下视频 哎呀马 视频呢 还真是 哇 好帅啊 是金色 恭喜大哥 这题真是抢到了我们都打不出来 赢了 你看我都不用出发 这题换你们打可能真打不出来 好难打 你这段舞台我直接当时快进了 太难打了 太难打了 各位请准备 我们下一轮的提示是 曲颖 曲颖是国际超模 7分 等一下 曲颖姐也开始冲了呀 3 2 1 开始 3 2 1 开始 不 啊啊啊啊啊 谁 谁 我看谁 徐英姐 徐英姐是国际超模 我们就一个人 谁 谁没有那么国际 我想想 你看我像不像鲜鱼精 我很不 狄哥答吧 我答 来 狄哥 加油 那是孤独的人 我还又得看题 我又得 对 不是 他不会立刻打的 好好好 简单点 狄哥 请看题 请看题 这是什么 这个手套本身的颜色是 这个手套 怎么到狄哥一下占了这么多 你太狠毒了 好 来 只要答对了就没问题 好不好 狄哥 来 狄哥 请看题 请说出徐英姐在百变大咖秀中 没有复刻过的表演是 A 龚琳娜的坦特 B 毛阿敏的思念 C 新小棋的味道 D 维他斯的 Oper 2 答案是 C 新小棋的味道 确定吗 确定 只有一次机会 狄哥 C C 好 好 我记得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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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 正确 这么厉害吗 我可是 你这个都知道 我可是湖南卫视的忠实粉丝 知识了 我好爱看百变大咖秀 你从哪里来 你咋子 狄哥 第三个是你吗 是我 是我 对 我也觉得不是我 怎么会这样 你以为会出一道很国际的 对 我以为会出到很国际化的 我们来看看下一题 大哥会让谁来答呢 你上吧 你上吧 大哥确实也太猛了 你们也太快了 何老师 来 第三题的提示是 李彩华出演过很多影视作品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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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各位请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一 一 二 一 开始 一 开始 二 一 开始 一 开始 一 二 开始 拔了 一 开始 一 开始 好 最终抢到的是我们的何老师 太猛了 好 来 何老师要选择的是 让我们打呗 我们老口子真不容易 老口子 我来打 是吗 好 来 何老师来 请坐 这道题分值很高 十分 你要不要换一面 都怪迪哥 好满 老秦肯定不会这么对我 好 来 何老师请看题 以下哪位艺人 没有模仿过回家的诱惑 好 好 好 这个 这我也不知道 好 A跟D我都有印象 就是弟弟跟弟弟 到底谁没模仿过 来 何老师 5 4 3 弟弟 哪个弟弟 哪个弟弟 王和弟对不对 不是 丁程鑫 B 丁程鑫 B 丁程鑫是吗 好 对 对吗 回答 错 错 错 请惩罚 来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这么刺激 来 我们何老师要把脸放在这边好不好 来 这么狠吗 真的假的 老秦拿出你当时想对付我的劲儿 2 2 1 1 来 不是 你这个是做了个鼻子是吗 不是 你得往脸上拍啊这是啥呀 啊 怎么了 他打了 他打了 我打了呀 你还要怎样 你来 要不 你来 你厉害 你来 巴巴的你来 哎呀 我就是走不了啊 我真的是 哎呦 你来 哎呀 太遗憾了 所以是王和弟吗 对 来我们请看视频 他真的没有模仿过吗 品如哥哥 你回来了 我现在满脑子 嗯 全都是你 你怎么擦这种品如的衣服 我答的是弟弟王鹤弟 不是不是 不是 我们确定 哎 那这十分归谁了 这十分没有人得到 啊 你让何老师白打一次 那你坐着你打一会来 好 来 这道题目呢 他的提示是 杨迪是好六街的游递员 快点 快点 三 二 一 开始 好六街的游递员 三 二 一 开始 开始 我要跳 我不出 他怎么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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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我们的何老师 抢到了花花 刚才我们的游递员被牵制住了 我恨你 我恨你 我被牵制住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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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何老师怎么选择 我可以打 你是让影子的 好好好 来 你提示我 对 冰姐 好 你们最后不会 达不对老口子队成了蓝老口子队吧 哈哈 这道题因为分值非常高 所以呢 它的难度呢 也会相应的上升 这是一道视频题 请看视频 哎呀 好烦人 哈哈 哈哈 烦人 我是枪子 哎呀 好烦人 哈哈 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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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我真的 有有有 请问 在刚才的视频当中 杨迪共说了几个枪字 我就猜到 A 11次 B 12次 C 15次 D 16次 枪 我是枪组小杀杨迪 枪 枪 迪哥自己数的是几个 我 我数的 我数的甚至没在选项里 哈哈 还好不是我自己强到 枪 16个 16 十六 好 来 十六个是否正确呢 没那么多吧 回答 正确 真能说 老口子队齐舞了 老口子国标队 好 来 我们再放一遍 别 不用再 还要数一遍是吧 我是枪组小帅杨迪 好羞耻啊 为什么要涂红脸蛋 以前就喜欢那个搞初位 你那时候涂红脸蛋 现在又点滞 没想到我现在跟以前差不多的装造 时尚是个轮回 接下来的这道题呢同样还是五分 她的提示是张远曾是男子组合的成员 快点 把张远拦下 三 二 一 开始 张远加油 加油 把张远拦下 加油 三叶加油 快 快 三个人同胜额vid 不要紧 捏捏捏捏捏捏捏 好 还是我们的可妮搶到了 咱们就是一个可逆 没事 你有两次答的机会 你可以答吗 你答错了 我来答你 你答错了 我来答你 他可以答吗 可以 可以 来 没问题 你就坐着答 他答错也可以接受惩罚 对 他腿有伤脸 没问题 请看题 请问以下男艺人 没有组过男子组合的艺人是 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也知道 白 白敬廷吧 不对 白敬廷有那个唱rap的那个 罗云熙 那我就猜罗云熙 所以我们还有一次机会 对 我们还有一次机会 首先选择的是A 对吧 我先猜罗云熙 好 A 罗云熙 回答 是吗 回 错误 错误 不用 不用 你们还有一次机会 我一讲罗云熙他们那个组合 以前出过一首歌 叫《表情地》 我去演的MV 我只是表情地 我需要很给力 在暖和红红 我也不害怕 独自你 他跟富龙飞 跟富龙飞 他和富龙飞 还有一个男孩 那会是谁啊 B C D 答不出来了 B C D 陈伟霆 确定吗 我觉得在C跟D当中 随便 你说一个吧 我说一个吧 好不好 D D 陈伟霆 对不对 D 陈伟霆 回答 完了 错误 正确答案 请看大屏幕 白静婷 等一下 不对 等一下 白静婷不是在那个什么大侦探 在大侦探里面是NZND组合的 对 叫白Rap 我都知道 不 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白静婷没有组过 但是白Rap组过 他在剧里的那个角色叫做白Rap 好可惜 我一上来就说白静婷 是 那老秦 那你打我吧 老秦 老秦 手心手背 老秦的想法我已经想到了 来吧 3 大家都知道 2 1 你肯定没想到 是这样的吗 这个我没有想到 好了 你回去吧 回去吧 谢谢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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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这道题呢 同样是五分的分值 他的提示是 毛晓彤主演了电视剧《云香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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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小心 大哥小心 哎 你要我答吧 我不要你答 给我们答吧 我们都没答过 你们答 好我们答 哈哈哈哈 完全不答 可能跟这个没有关系的呀 啊 啊 我去 答错了我拿番 嘿嘿 你来选我来接受成绩 没事小彤会帮你的 嗯 他们只有一次答的机会哈 对他们是下位圈的只能答一次 好来 请坐 哈哈 同时出站对不对 好来 对我来 这边有加油助威的 啊 请看题 别太简单 在《云香传》中 陈晓 毛晓彤 饰演了一对神仙眷侣 请问在过去的合作当中 他们还饰演过什么关系 A 妇女 B 师徒 C 祖孙 D 同门 这 哈哈哈哈 啊 我觉得妇女应该不太可能吧 怎么不可能 在仙侠剧里面什么都有可能 同门也是有可能 哈哈哈哈 祖孙吧 祖孙 嗯 嗯 最不可能有可能就是 对了 我们拿分了我感觉到了 是吗 不会真的是吧 真的是 哈哈 可以看下那边的表情对不对 天呐 天呐 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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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你怎么想到祖师徒 哈哈 我不告诉你 哈哈哈哈 同门 父女 我不告诉你 四 我猜个B 师徒 师徒是不是和逻辑一点 一 来 请给出答案 来 师徒和同门选一个对不对 那就 还有 同门吧 哈哈 选择的是D同门 回答 错误 耶 呜 请毛小彤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C祖孙 祖孙 祖孙啊 祖孙 祖孙 我刚刚都提示你了 哎不过大哥那个路线确定没错 他是说越不可能的往往可能就是正确答案 我其实想害他来着哈哈 很想到 差点帮了 好来请惩罚 来吧 张员徐环演唱会对不起 大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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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好 见证我的爱情 我是他的第一子 没事 还好 还好 没关系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狄哥获得了本轮的5分 哎呦 厉害厉害 一看你们就答不出来 下一道可能可妮需要加油了 好 下一道题的提示是 秦潇贤是相声演员 三 二 一 开始 你们嚷嚷肯尼吧 她腿也太长了 真的是 怎么能蹦这么快呢 你这辈子有没有为谁拼过命 有 为秦潇贤 你这辈子有没有为谁拼过命 有 为秦潇贤 那个好难啊 要自己答还是给别人答 自己答吗 老秦 上次 让谭天赐的 对 好 来 谭天赐 请坐 我上一次 对老秦来了一个致命三连问 是 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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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铁门卡 我当时在嬉笑的时候 你还会上戏 在嬉笑的时候 学点平均 京剧什么的 你还会京剧 是有多不了解 我觉得下一个就不 你还会说笑吗 你腿怎么了 这个有点过分了 大哥这个你要错了 我跟你说真的 老公就是一个 来 我有两次机会 两次机会 请看题 报菜名是相声表演中 最有名的灌口 请问第六道菜是 A 卤猪 B 烧子鹅 C 酱鸡 D 食锦酥盘 跟老秦有啥关系 那就不怪我了 跟老秦有啥关系 蒸熊掌 蒸鹿眼 烧花鸭 烧厨鸡 烧子鹅 不对 你哥 你再想想 B 你再想想 卢煮 卢鸭 酱鸡 腊肉 松花小肚 酱肉香肠 我也是学过相声的 好 你会说相声 你还会说相声 你会说相声 所以 这都知道 可以 大哥 回答 正确 假的 支持储备量还行 我这么努力 拿到个花 你就送出去了 我真的不知道他会 感觉这个位置 好像没有惩罚到多少人 对不对 惩罚了自己 怎么惩罚起了本人 那个样子 对 接下来我们要传到 互动舞台 继续我们接下来的比拼 我们走 那么接下来我们下位圈的朋友就要注意 接下来都是由你们来向上位圈发起挑战 看看你们能否逆风翻盘 还是上位圈的人一锤定音让我们拭目以待 首先我们第一轮的游戏 叫做粉扑无影手 规则是这样 两队的队员面对面战力 手持这个红蓝的粉扑 根据我的口令做动作 动作错误或者是先被攻击到的人扣一分 了解 首先要对战的呢 是我们的这个张远和我们的杨迪 一定要这样吗 也就是我们的 真狠 第五名对战第一名 只要你们赢了就是一名 好吓人这个玩意儿 这样我们左手多赞红色 左红右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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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对 你看看你自己的身上 我真的哭了 好气 想陷害别人 是吧 杨迪说他好气 你在干嘛呢 你们不会在那摁一天吗 好了 好 我们站到这个圆圈的区域 我都还没干嘛呢 这还没开始吗 来 请听口令 红色放下 蓝色放下 红色举起 蓝色举起 红色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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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结实的一发早 好结实啊 没办法 没办法 祝晓远的个人演藏会碰头台 大红大福 超红 超红 天呐 目前迪哥击一分 迪哥击一分 你别站了 没事 你都没用 来 加油 加油 第二轮 快点 穿着张远现在看不见了 请听口令 蓝色放下 红色放下 红色放下 蓝色举起 红色举起 红色放下 红色放下 错了 1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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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好来 我干净 第三轮 第三轮来 捞 好紧张 太紧张 等一下 蓝色放下 蓝色放下 红色放下 蓝色举起 红色攻击 你要攻击谁啊 迪哥 这个粉符动到刺来了 迪哥 你打算打一下摄像是不是 这个哥哥没有任何人 让你摄像一粉符 没炸吻 刚刚帅我输 现在2比1 小远 李仙 2比1 来 来 杨迪 冲啊 冲 小远 迪哥 小远 小远 他们已经开始场外攻击了 来 幼稚鬼 红色放下 蓝色放下 红色举起 红色放下 蓝色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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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杨迪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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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比亚 这个 觉得是我 现在就完全看不见了 我跟你说 山顶那边海顶那边 我接下来我就闭着眼睛 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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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睫毛是那种蓝粉的睫毛 给他拍一个特效 拍一个特效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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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哥你牙都蓝了 太难了 李哥我必须说小远比你帅一点 好 激怒我了 赛点了 赛点了 这么刺激 赛点了 赛点了 请听口令 红色放下 蓝色放下 红色举起 红色举起 红色放下 蓝色举起 红色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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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ant 小尹更快 撑 走走 走走走走 浮热 没事没事 那最后获胜的就是张远 恭喜 虽然说虽然但是很爽 我刚刚在厕所碰到张远 他在那擦那个粉 我说你擦他干啥 马上马上给你补 完全不用 所以我们下位圈的 Rainbow队获得了胜利 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第一名的位置 刚坐舒服 滴哥 你这第一当得太快了点吧 我们第二个游戏 是由我们的秦潇贤 曾可妮 对战我们的谭剑刺和毛晓彤 对战的游戏是 一二三 看这边 秦可厉害了 谁 谁很厉害 我没玩过这个游戏 确实 大哥一次都没有玩过 来了 来 好厉害 直接来了 来 首先石头剪刀布决定攻守顺序 好 大哥先来 你会吗 就双向左右就 好 来 好 第一轮 开始 三一 看这边 三一 看这边 这个是 不能这样子 大哥 就双向左右就 好 来 这个角度就有点赖了 鞋上吧 这是哪儿 感觉让他出去 只有上下左右 上下左右 没有鞋上 没有我也走不过 还真是没玩过 我有这么多 手要这样 手是这样的 三二一 看这边 对 三二一 看这边 三一 看这边 三一 看这边 我走了 我走了 别四十五度角 来 还是大哥公 来 三一 看这边 三二一 看这边 三一 看这边 来 三二一 看这边 三二一 看这边 来 三二一 看这边 三二一 看这边 来 三二一 看这边 华 华 小童好快 曾肯定反应不过来 朋友 是不是看进去了 看进去了 看进去了 三二一 看这边 三二一 看这边 来 三二一 看这边 三二一 看这边 三二一 看这边 是不是也挺好玩的 他也想玩 感觉 跟曾肯定提醒一下 你是参与者 你不是观众 你不是坐近的看 看得好投入的 来 大哥 可以了吗 就这回彻底会了 这回从头开始是吧 没 别玩赖 三一看这边 来 三二一看这边 来 三二一看这边 来 三二一看这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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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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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童手他爱快了 现在老秦二比零 我这个游戏好像不行 老秦好快 老秦现在好厉害的 把大哥都只愣住了 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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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三二一看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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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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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环转环 拨 对不起 大哥 对不起 拿到了一分 淡淡水 他泼进去了 咱们就是一个进去了 就是一个 终于让我泼了一回 这又是一个赛点了 如果老秦再赢下一局 就赢下了整盘的比赛 小赛点 来 老秦主要赢一盘 来 看好了 大哥 大哥加油 大哥 来 三 二 听好了 三 二 准备好了吗 三 来 三 二 大哥加油 来 三 二 一 看这边 二 一 看这边 二 一 看这边 三 二 三 三 二 一 三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收了 往回收了的 很明显有收的动作 你自己干了吗 炫一个 自己炫一个 他想给你干个杯 他太紧张了 可逆太紧张了 曾可逆嘛 要么不破 要么一顿破 你不但站起来 你刚才往后一炫把我吓的 对不起 我这个手他不受控制 大哥刚刚还特别激动 我做错了什么 所以现在是几比几 这个不得他们输吗 给他加一份吧要不 那要不你剥我吧 加一份 这个得加一份 给他们加一份好不好 要着凉了 谁说 来 准备好了吗 最后的决胜局 再点到了 决赛局 平了 决赛局了 刺激了 好刺激了 好刺激 我都紧张了 起来呢 刺激 三 二 一 看这边 三 二 一看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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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 二 三 二 一看啊 上位圈的都下来了 站起来队成功上位到第二名 我老秦在反应力游戏赢了 瞬间改了一个湿发造型 可以 大哥被破完之后还熬了个造型 帅的 同样是输了我怎么这个样子 接下来由我们的第三名何老师 来从第一名和第二名当中选择一队进行比拼 我们挑选小远和彩华 和彩华姐 好 来 有请两队 要争就争第一 好的 最后一轮我们的游戏叫做真假锅盖 规则是这样 坐在选择位的成员面前有五个锅盖 其中有一个锅盖是假的 选到把手和锅盖分离的队伍失败 失败队 惩罚位的队员会接受我们的彩粉炮的惩罚 好 我们先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选 石头剪刀布 好 彩华姐先选 好 没关系 我先选 对 没关系 这是看运气的 没有关系 选择了可以先告诉我 就先不要拿 先选这个吧 这个是吗 好 五号 来 请把手放在上面 就它了 请验证 安全 好 到群英姐 我不是 不 你说怎么在把把赢 把把不选 对 群英姐在想什么 好 一直喷到对方为止 颖子 我 你想选一号是吧 可以 可以 确定是一号吗 麻烦你 一个 麻烦你 老口子麻烦你了 肯定要你赶紧的小班了 我开始了 请验证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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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华姐姐来要选 没问题 没问题 谁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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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没问题 对 三 二 三四 我觉得不要选中间的 这个吧 这个吧 确定吗 好 请验证 请验证 拿吧 我都看到了 彩华姐 我就说吧 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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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对不起 帽帽 对不起 来来来 没事 这还没我刚才打得很呢 那一下 没关系 我觉得这还蛮好的 现在小远的那颗质上面 裹了厚厚的一层蓝粉 3D的那颗质是 对 那颗质是3D的 好 好 来 来吧 紧的石头布 好 彩华姐先选 不是我 没关系 好 买这 先选有五分之一的概率 这个 2号 对不对 来 请验证 他跟他为了 他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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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承拦 这个 这 我 超级 张远 请回到座位 一点体验感都没有 张远 我感觉你马上 一开始有点像阿拉丁神灯 是不是 感觉我就是一个男人 智都是男智 好 那要恭喜我们老口子队 晋升我们的第一名 所以要接受我们惩罚的 就是我们的三四五名 还有惩罚 是的 是男生接受惩罚 因为今天女生是我们的女主角 我想问一下张远还有惩罚的地方吗 有 他们需要装扮成三个男配角的造型 下班打卡 已经上了 光头强 沸扬扬和我们的悲伤蛙 那个青蛙 那个青蛙 蛙 这看不到脸吧 没有 他把脸挖出来了 我们特地把脸搂出来了 我们特地把脸搂出来了 把我脸挖出来了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三四五名闪亮登场 来了 光头大哥强 好 帅气 好 下一位要上场了 这个都不算惩罚 我觉得我太可爱了 我们重点关注第三个 第三个 来 期待一下 第三个 来 期待一下 来了 能不能唱这给我们舞一段 三二一 走 可爱 好可爱 好可爱 来 掌声谢谢他们 好 待会这三个可爱的男配角 所以就要用这个造型 这个扮相陪伴我们的观众 离场下班了 一起下班 好 那在我们今天这个比拼当中 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上位圈下位圈 一直在不停地换 然后大家都很拼 所以才会有这么精彩的一个过程 也希望每个人在书写自己人生剧本的时候 都能够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角 祝福大家 祝姐姐们在《乘峰2023》取得好的成绩 祝福 祝晓彤的作品《云香传》可以得到大家的更多支持 还有一定要期待我们可爱的小远的个人巡回演唱会 支持张远 希望各位好朋友尝尝回我们的《好六街》做客 我们叫《滴八零队》 《好六街》迎来加速队友 全员加速中 火药味正名 我们叫《滴八零队》 《好六》加速队 赢着你西岁 赏大跟 有 一二三 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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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想都想不到的效果 这也让我写东西 蒙颜色的 锁定你 攻击队派一个人 坐在中间这把转椅上 两孙一棒 三分 太厉害了 你这颇好 怎么会那么准 精彩 等用户与硬气并存 平分还是独吞 平分吧 平分 沈坚守莫言 算是信任崩塌 迪哥你要选独吞 请亮牌 我申请换个队 所以咱们平分球晚 为了团结 一定要团结 请亮牌 你在看什么 我玩了一整天 他一分都没有 心理和速度的双重考验 谁能逃出身体 止息好止息 不行 我现在看到他们有条件反射 有条件反射 开 这是怂的 快开 开开 卡住了 开开 太好了 太好了 跑 快跑 快跑 你先去跑 你先去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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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再 好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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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电子跑 你好星期六 你好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 你好星期六 大牌好叫 近在淘宝天猫618 感谢首席合作伙伴 一例每一天 补充一声君畅详每一天 感谢轻松观亦达 打工嚼亦达 轻松营业来两例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 参与话题互动 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锁定你好星期六 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期待 今天的我们好六阶上演了一场 跌宕起伏的爽剧 真的是精彩内容看不够 以上就是 你好星期六的全部内容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 你好星期六 大牌好架 近在淘宝天猫618 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 相关资讯 你好星期六 你好漂亮 感谢你好漂亮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大家 你好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再见 走啦 我们去送客去啦 拜拜 拜拜 再见 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 小妹妹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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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来我们乐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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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